大脚新讯息 你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想要尽可能快地回到源头 但这不是所有这一切的意义所在 这一切的意义在于积累经验 你们所拥有的经验会刺激成长 这会将你们置于一个更高振动的存在平面上 你们提升是因为你们经历了 因此一刻也不要相信你们应该历过一堆的经历 只为了指导你们正在前茅的境界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违背了做这一切的初衷 如果你们想更快地进入第五维度 那就问问自己为什么 问问你们自己 我在第四维度试图避免的是什么 我想要逃避的到底是什么 当你们有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你们就拥有了自己灵性进化的钥匙 因为到那时你们就会知道 你们此时在那里是为了释放自己对某件事物的抗拒 你们就会知道你们在那里是为了治愈什么 原谅什么 同情什么 无条件的爱什么 做这些事情可以把你们置于一个更高的振动状态 而扬生就是关于从一个较低的振动状态 移动到一个较高振动状态 做这些事就是你们实现扬生的方式 这些就是扬生所需要的 目前 你们中的一些人更多考虑的是你们自己的个人生活和你们想要在个人生活中拥有的经历类型 而没有考虑太多关于扬生的事情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同样的感觉 你们希望事情现在就发生 你们现在就想进入某段关系中 你们现在想要拥有健康 拥抱这趟旅程吧 你们要意识到 在你们身处的这一趟旅程中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去经历 有趣的是 当你们尽情的去体验这个过程本身的时候 你们会更快完成这趟旅程 无论你们目前所处的环境迫使你们去面对什么 那都是你们注定要面对的 也许你们需要某种程度上的限制 好让你们更多的进入自己的内心 让你们集中注意力 去感受 去冥想 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本身就是回馈 但是你们也会在做这些事情之后得到其他的回报 你们不想一下子得到自己所创造的一切 那将令人难以承受 但有些经历是你们今天 此时此刻就可以拥有的 那是你们小时候梦想过的 或者是你们成年后梦想过的 但那时的你们比现在年轻 记住 你们当前在生活中显化出来的一切 都曾经是你们渴望中的经历 体验它 如其所示的爱它 感受此时此刻就在你们面前的喜悦 你们在这一刻就可以将自己的意识 提升到第五维度的频率 即使你们也许没有在这一刻完成转变 你们也会从这一刻中得到最大的收获 这就是品味的意义 这就是享受旅程的意义 在喜悦和作为爱而存在的状态中 有更多的东西等着你们去体验 你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脚步放到足够慢 环顾自己目前所处的环境 这样你们就能拥有那些经历 你们就能感受到那些情绪 现在就在呼吸之间进入一种狂喜的状态 是如此的有力量 然而你们中有多少人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 考虑过这样做 这是我们希望你们扪心自问的事情 我们希望你们知道 我们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我们爱你们 我们希望看到你们处于一种幸福的状态 一种狂喜的状态 我们知道你们有能力做到 我们只是想给你们一点点去这么做的苦力而已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